花蓮慈忌技術学院的师生 到美国的洛杉矶来参访 蒙诺维亚大爱幼儿园 还协助来拍摄幼儿园的招生影片 参与的慈忌技術学院学生说 这是他们拓展国际视野的好机会 各位可以看到右手边那边 参访蒙诺维亚大爱幼儿园 不但耳朵要听 眼睛要看 还要用心想 攻读多媒体资讯的 慈忌技術学院学生 借着产学交流合作计划 制作大爱幼儿园的剪辑影片 产学交流的部分 主要我这边是做影片剪辑的部分 然后帮大爱幼儿园那边 就是做一个包装 那我们之后在推动上 会比较顺利这样子 我们除了来美国拍摄 这些影片剪辑之外 我们也拍摄了一个 一个环绕平面 环绕场景的一个平面媒体 那这些照片活动照片 当然是跟台湾 我们的教育职业都是同步的 同时今天我们也希望把 这边的生活的情况 他以为去给我们全球的实际人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 透过技术学院的这样子的 一个坚强的团队 能够帮我们把这些 不但是足迹 留下了足迹 更重要的是 透过他们这样的高技术 我们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多媒体的产品 我们可以希望能够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洛杉矶这边 有让更多的人了解 慈济美国教育基金会 第一次和来自台湾的慈济技术学院签署 建立产学交流平台 多媒体资讯增加了交流管道 也让学生有机会扩展国际视野 大爱新闻知识美职工林美雪陈清旺 美国报道